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情绪和情感是由客观事物激发的 当然了还要以需要为中介 不过呢 情绪和情感的性质 最终是由你的认知来决定的 但是你还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会有很多东西 它会对你的情绪和情感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比如说你可能就会发现 有些人不把屋子收拾得干净 就没有办法静下来工作或者学习 乱糟糟的房间 总是让人有一种心情烦躁的感觉 最近的心理学研究也发现 当你看到非常脏乱或者糟糕的场景时 相对于那些看到一般的 或者比较整洁的场景时呢 你会被激活出一种情绪 而这个情绪最终会让你 对某些人或者某些事 表现得更加苛刻 更进一步来看 你的身体感觉对于你的感知或者情绪 也会产生影响 这就在心理学当中被称为聚生认知 什么叫聚生认知呢 它指的就是人的生理体验 与心理状态之间存在某种强烈的联系 生理体验可以激活心理状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身体提供了感觉的内容和途径 这样就使得认知成为聚生的 与此同时 我们的身体又时时刻刻处在外界环境之中 这样一来 认知身体以及环境就达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 举例来说 处在非常嘈杂或者比较炎热的环境中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情就会比较糟糕 相反 当我们处在比较安静 温度又比较适合的环境中呢 我们都会感到比较愉快 从而也会提高我们的做事效率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请您用牙齿咬住鼻杆 保持十秒钟 怎么样 现在情绪状态如何 好 换一个动作 这一次呢 请您用嘴巴叼住鼻杆 同样保持十秒钟 同样请你感觉一下你现在的情绪状态 OK 怎么样 两种动作 哪种情绪状态会让你觉得更好呢 你可能会发现有所不同 也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异了 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用牙齿咬住鼻杆时的情绪更加积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动作与微笑的表情非常接近 相反 当我们用嘴巴叼住鼻杆的时候 就会不由自主地皱眉 相类似的研究也有很多了 比如当你直立的时候 抬头挺胸的人 总比那些驼背的人感到更多的自信 刚刚各位小伙伴在屏幕上看到几张起油的照片 当你看到起油的时候 会不会就联想起那个寒冷的南极 想象一下 在那个冰天雪地里 如果你能捧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相信一定会有一股暖流 从你的指尖流进你的心田 整个人都会觉得温暖愉快 这时你就会发现 物理温度也是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 这同样是被心理学实验证明的 在2006年的秋天 有一些志愿者来到了耶鲁大学心理学的大楼 来完成一个关于知觉和消费的实验 他们乘坐电梯和实验员一起来到楼上的实验室 在这个时候 实验员会给他们一段一个人的描述 比如说这个人聪明啦 乖巧啦 节俭啦 果断啦 很多特点啦 然后会给他们填一份问卷 让他们对这个刚刚看到这个描述当中的人 从十个方面进行打分 其中有很多方面跟热情程度有关系 在这之后 他们还必须完成一份关于一款汽车 各个方面的综合评分 这个时候实验才算结束 怎么样 这个实验是不是特别复杂 连我说都很累 但是你绝对没有想到 这个实验从这些志愿者坐电梯到达实验室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在他们坐电梯从楼下到楼上的过程中 实验员让这些志愿者帮助他们拿了一杯咖啡 这杯咖啡有两种 冰的和热的 结果是咖啡的冷热程度 居然会影响这些人对后面那个问卷当中人物的判断 凡是拿到热咖啡的人 相对于那些拿到冰咖啡的人 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问卷当中的那个人是热情的 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们也完全不了解这个人 Williams and Buff教授是这一系列实验研究的主导者 他们发现手持一杯热咖啡的人 更容易取得与陌生人的信任 有趣的事情是 热咖啡有神奇的积极效果 同时他们也发现 冷咖啡就会有相反的作用 于是呢 我们就由此可以发现 身体的感觉和心理的感觉之间经常是相通的 冷和热的概念不仅仅可以用来形容温度 还经常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 或者对某些情境的感受 其实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咖啡界 最早哈洛对于横河河的研究当中 就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 哈洛制造了两个代理母亲 一个是由铁丝网构成的 但它上面有奶水 而另外一个是由皮毛包裹的 但它没有奶 哈洛的研究就发现 小猴子只有在饿的时候 会很快的跑到油奶的那个妈妈的面前 喝完奶 然后迅速的回到那个皮毛包裹的妈妈面前 所以他花大量时间和那个包裹的皮毛的妈妈在一起 这就说明毛茸茸的代理母亲 会跟小猴子一种舒适柔软的接触感觉 同时也会给他身体上带来一种温暖 从而让他形成心理上的依恋 关于依恋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 因而对触摸时的温暖感受 和他们心理上的温暖与信任之间有某种联系 最近的研究也发现 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温度信号 都在大脑的同一个区域加工 而这个区域通常也被认为 是社会情感信号加工的重要区域 物理温度不但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理温度和情绪 也能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行为 在Williams和巴弗两位教授的最新研究当中 他们首先让志愿者评价冰袋和暖手宝的效果 然后为了感谢他们 两位教授会让他们挑选礼物 礼物分两种 你可以自己选一杯饮料 也可以选择证券 但这个证券只能给朋友 结果发现 评价了暖手宝的人 更愿意选择证券 把这个证券给朋友 而使用冰袋的人呢 更不愿意把这个礼物送给朋友 巴弗说 体温升高 使人们对他人的评价变得更加的友善 同时 也是他们自己在待人接物时呢 变得更加热情和宽容 所以 这一系列的研究都有一个非常失忆的名字 叫做世界需要热咖啡 即使你没有办法走进别人的内心 给他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没关系 至少你可以给他一杯暖暖的热咖啡 给他的心带来一丝温暖和信任 当然 这里说的冷和热 是相对的 是相对于我们人体的适宜温度而言的 你的体温一般横力在37度左右 而环境温度在20度时 对你来说是最适宜的 不过 其实你是能够根据周围环境的温度 来调节你的冷热需求的 在不同的环境下 我们的情绪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适宜的温度 你会情绪高昂 心情舒畅 但在烦躁的夏天 温度达到35度或者40度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烦躁不安 心烦意乱 当温度升到40度的时候 打架都自杀等事件的发生率 就会明显上升 同样 当温度降到10度以下 甚至更低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沉闷 低落 萎靡不振 甚至会觉得思维效率大大降低 讲到这里呢 你就会发现 无论是你周围环境的整洁程度 还是你自己的身体姿态 哪怕只是你所处环境的温度 都会给你的情绪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看上去 你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 但其实这也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愿意 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影响因素 来调节你自己 比如说 如果你希望在面试中 展现出自己最自信的一面 那就可以在面试之前 像这样 面带微笑 昂首挺胸 坐在一个地方 并且维持几分钟 这样就能够通过改变自身的生理状态 使得你自己的内心感到自信 也可以在无限感慨与悲凉时 给自己一杯暖暖的热茶 反过来 在烦躁与闷热的时候 给自己一杯冷饮 这些都能让自己慢慢的恢复平静